连学者都有话要讲了 因为呢认为说这个动新闻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包含的罚了100万元 然后呢还禁止说要到这个图书馆 还有学校去盛放 这个传播所的教授胡佑伟听了之后 就认为说台北市的做法是太过头了 不应该扩大而伤害了新闻自由 而台北市呢既然勒令的中小学 通通不准订苹果日报 却是让台北市呢 从维护善良风俗的把关者 变成了自由的这个管制者 也因此呢比例的原则来看 难免是招来非议 那么胡佑伟说 如果是对苹果日报的内容有争议的话 是可以依个案来裁罚 而不是通通全部来封杀